現在看到的是今天新增了七萬九千五百九十八例的本土病例 中重症有四百四十六例 死亡則有兩百一十一例 捷運官陳時中表示 整體疫情算是穩定 因此宣布了三大政策 大家關心的入境檢疫天數 從下週三十五號起縮短為三加四 國際航空機組員打滿三計返臺 也同步調整為已篩代格 而快篩實名制 下週一起是取消了單雙號的分流購買 五國邊境檢疫政策再鬆綁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考量國內疫情與醫療量能 並促進經濟與社會活動與國際必要交流 下週三六月十五號零時起 所有入境旅客居家檢疫天數 放寬為三加四 前面三天有電子圍籬不能外出 後面四天只要有兩日內快篩陰性 就能外出工作或採買 而且需全程戴口罩 另外國際航空機組員返臺檢疫措施 也從十五號臨時起做調整 只要打滿三計疫苗的長程航班機組員 可以從現行三加四改成零加七以篩代格 不用再居家檢疫 但是沒打滿三記者仍維持三加四檢疫 外界關心邊境檢疫鬆綁 是否代表九月渴望讓旅行團出國旅遊 陳時中首度松口表示有機會 陳時中表示本土疫情看起來算是穩定 不過十一號周末因為電腦系統轉檔異常 新增七萬九千五百九十八例本土病例 包含上午部分通報確診個案 因此病例數較多 其中以高雄市新增一萬三千多例最多 臺中市 新北市緊接在後 病例數都破萬例 而中重症新增四百四十六例 死亡則有兩百一十一例 今天這數目是多報了 因為後來系統在修改之間 沒有辦法再回到昨天那個時間點 我們本來有一個結支點 那是那個結支點就一直延伸到剛剛 才把它算做結支點 所以早上的數目就會 把今天早上的數目都加進去 那數目本來可能是明天要報的 然後今天的總值案例要報出去 所以明天如果合理的情況下 沒有降就表示它在升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到六月十號為止 國內本土染疫死亡 累計有兩千九百四十四例 進一步分析發現 從發病到死亡天數 零到三天佔百分之四十一 四到七天佔百分之二十六 七天以上則有百分之三十三 從發病到死亡中位數為六天 至於家用快山實名制 因為貨源充足 因此下週一十三號起 取消單雙號分流限制 民眾可依需求隨到隨買 記者拉數目吳家寶 台北報導